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星座图 星座或者说星星在天空上 那我们什么时候看星星呢 看星星大家都知道是晚上才看 白天天上也有星星 只不过白天的时候阳光太强了 星光实在太弱了 所以我们都是晚上才看星星 如果你有看星星的经验 那一定会知道 星星在天上的什么地方呢 各方位都有 有在东边的 有在西边的 有在北边 哪边都有 而且有的比较靠地平面 有的就会阳角落得非常高 那么到处都有星星 我们看星星的时候会觉得 哇 天上的星星好多好多 刚刚说的可以看得出来东南西北 也可以看得出来方位跟阳角 但是我们看不出距离 我们都觉得天上的星星 好像每一颗都跟我们等距离 甚至于有的时候 夜晚也看到了月亮的时候 我们还会说 那个月亮旁边那颗星 你看你看 好像那个星就在月亮的旁边 事实上 星星到我们这里的距离 月亮到我们这里的距离 差得实在太远了 而每一个星星 跟我们这里的距离 也都不相同 只不过 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 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都觉得 天空真的很像一个硬壳 星星就粘在这些硬壳上 这个跟事实不符合 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 都已经发展到外太空去了 知道这些星球 跟我们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很多物理的计算 也能够知道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看的感觉 确实觉得天空就像一个硬壳 每个地方的星星 都跟我们等距离似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星图 为什么呢 因为看起来天上的那些星星 好像彼此之间的相关距离 相关位置 好像都是一样的 好像都是固定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挂下来 挂下来做什么呢 方便我们去利用这样的工具 和天空的星星去解合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学着 辨识这些星星 去学着认识它们 一般来说 我们常常用的是星座台 星座台我们要把盖盘打开的话 可以看见 这上面画了很多很多的星星 我用一个大一点的星座台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星座台我们看到大圆盘 这个大圆盘可以展到 大圆盘上来画了一颗一颗的 这是天空上的星星了 不过 这个星座台在使用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有些困难 问题出在哪里呢 因为天空并不是平的 有些困难的星座台